在这个小城里面 高速的城市发展并未因而舍弃了生态的保育 市政署经过多年的努力 丰富澳门的湿地生态 并且利用生态的方法 保育澳门的原生物种 同时吸引周边的生物棲息觅食 改善生态环境 近年澳门受到的风灾威力增大 摧毁大量林木 市政署所设立的树苗所 就为山林的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身处这个位置就是黑沙树苗所 我们市政署大概在2016年左右 就建立这个树苗所 建立的宗旨和目的 是为了培育和人工栽种 多些本地原生的树木 希望可以持续地在山上 原生的树种 丰富山林的绿化 为本地的原生动物丶昆虫 带来更多的棲息地 我们做原生树种的时候 主要是看哪些稀有的 本土 我们在澳门甚至周边 比较小范围内的这些树种 因为这些原生树 就是可能几百年以前 已经在澳门山林或者我们周边 小范围之内已经有的 而因为日常收剪护理 或者封栅所折损的废木 市政署会进行废物利用 经收集后 交由市政署的绿化物资源再生中心处理 大型机器会将这些绿色肺气物进行压碎 经过高温好氧发酵 加速降解 再放置一段时间 等完全附属后 就可以再转为植物肥料 回归大自然 除了肥料 一些特定树种的废木 更可以用来铺成山上的木楼梯 循环再造 近年澳门对景观植物的需求量大增 为减少植物病虫的传播风险 市政署会对来奥的植物进行检疫 市民及相互在预约之后 市政署会安排人员在指定的口岸 进行核对文件和检疫的工作 人员会仔细检查植物 确认植物是否带有植物疫病虫害 以及植物的数量 来源和品种是否合乎规格 而为了提高便利性 市政署开展景观植物检疫的电子化计划 新增网上预约功能 市政署亦十分重视自然教育的工作 定期举办活动向市民大众推广动植物保育 例如透过澳门大熊猫馆 灌输市民对珍稀动物的保育意识 因为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 子养大熊猫其实都有一定的技术层面上的难度 当然我们是要慢慢去学习 我们才可以好好地在澳门 因应澳门的环境来去有这个子养的规则 首先我们子养大熊猫 我们是上至他们的衣食住行 下至他们生活周边的环境 我们都是要负责的 比如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大熊猫的生理结构 心理需要 以至是它生活的场馆 我们都是要负责的 治养其他动物和治养大熊猫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付出我们的真心 去跟动物相处 其实动物是知道的 动物是明白的 它慢慢慢慢地提高它们的生活质素 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希望它们能够在澳门 可以很健康很快乐地成长 另外为了推动环境绿化 和宣传自然保育 市政署每年都会举行绿化周系列的活动 透过亲子教育 职书乌林 讲座 游戏和工作坊等等 鼓励市民多参与 和关心绿化环境 市政署也致力栽培各种的上花植物 例如每年的荷花节 就在全澳主要公园 摆放约5000盘的角色荷花 穿越在闹市的公园和休戏区 让市民游客通过绿色出行 在上花的同时 体验到澳门绿化生活的气息 都市繁忙的生活 容易令人忘记身边美好的大自然 市政署会定期举办活动 让市民可以体验龙间的乐趣 亲子活动 除了令大人和小朋友培养感情 亦都可以向小朋友 教育食品安全 和有关大自然的知识 提高大众珍惜 和爱护环境的意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留言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环境的城市 和侯姆 订阅 转发 打赏环境的重心 点燃 转发 打赏环境的明暗 明信 建订阅 转发 打赏环境的重心 握住 用增害措置体 取得 大臣任意识